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神的家中 新的厨师陪你吃零食 马上上线啦 这次厨师会陪大家一起读《猎王记》上 如果大家还未看完约翰福音 大家就要加油咯 大家有想过在家中 在电脑或手机前面 都可以宣教吗 可以透过科技来传福音 来参与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吗 如果你想参与 但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就请你聚会后马上填写报名表 报名截止后 宣教祖的同工会尽快跟大家联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复活节即将到来 教会大门口也已挂上 四幅年轻艺术家 施景的绘画作品 从耶稣进城 被卖到受死最终复活 每幅作品旁 还会附上介绍故事内容的QR Code 让每一位经过怀恩堂的人们 能简单一扫 便听闻福音 也欢迎大家 除了欣赏画作 拍照之外 更是分别时间出来 默想主耶稣为我们受死 复活的宝贵救恩 下周是受难日及复活主日 教会将有以下聚会安排 4月13日的周三祷告会暂停一次 4月15日周五 早上11点在大唐举办 进食默想聚会 下午5点在乐民馆有电影播放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晚上7点半在大唐举办 受难日主餐默想聚会 4月16日下午6点 复活节圣月崇拜 4月17日早上8点半 复活节圣月崇拜 早上11点15分 儿童复活节庆祝活动 早上11点半 复活节联合师班圣月崇拜 下午3点 复活节复音演唱会 唱盼望的歌 详情请参考周报 今年的第二场人生讲座 即敬礼崇拜 将会在4月24日举行 这次的主题是 重新做人 请大家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2022年的儿童双语 假期圣经学校VBS 开始征召同工 今年的主题是命运之绝 揭开耶稣的真相 第二场训练将于4月17日举行 大家可以在当天到乐民馆报名 2022年的儿童艺术节 开始招募同工 我们在活动当周起 就需要大家一同侍奉 让更多小朋友 以及家长走进教会 我们需要美工 布置 摊位 摄影 以及活动组的同工参与 欢迎您抽出一日或数日的时间 与我们一同服侍 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 想更多了解教会的活动内容 请参阅官网或纸本周报 请参阅官网或纸本周报